您猜怎么着 咱老玩家起来了 就是这一出 玩FC不用任天堂 就用这小霸王学习机 这口可真地道 都撞死了 还他妈地道呢 学会使用电子计算机 是进入21世纪必备的通行证 上网冲浪给好友发email 也是网虫们必不可少的娱乐方式 因此学电脑练打字 就成为了20世纪末 新兴人类们的必修课 但当时电脑高昂的价格 一般家庭可支付不起 于是呢 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电脑学习机的东西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这是一红屁股呢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感情这是俩拳击手套啊 相信大部分孩子都跟我一样 学习机并没有用来学习 而是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其他功能上 只要是家长不在家 那就 眼关六路 耳听八方 稍有风吹草动 就迅速的更换学习卡带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拥有学习机的孩子 必备的技能 我们都知道 国产学习机内置的游戏模块啊 是山寨了日本的FC 那学习卡带上的那些 都是咱中国原创作品 有些看上去很粗糙 一看就知道啊 国产原创贵在真实 有些则是编成代码画图 没有一个中国字 小孩子完全看不懂啊 再有就是什么音乐版 计算版 留言版 上边打着字 下边还会路过游戏里的小人 画面看上去呢 非常的精美 这些难道都是咱国产原创区的作品 这还要从学习机的历史了解 其实啊 学习机这玩意儿 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国外就流行过一个叫做 Happy Personal Computer 就叫它业余个人电脑吧 这玩意儿在性能上 跟真正的电脑相比 那是不知滴到哪里去了 但因为不需要专门的显示器 链上电视就能用 价格低廉 并且还能插卡玩游戏 所以呢深受欢迎 当时国外好多的小朋友 打着学习电脑的幌子 是哭着喊着求家长 给自己买一台这个业余电脑 看了吗各位 你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 全天下的孩子骗家长 都是一个样 什么业余电脑 这就是后来咱们这边的学习机 这玩意儿在当时有多火呢 咱们熟知的索尼 松下 菲利普 亚马哈 世家 万代 这些公司都研发推出过业余电脑 合金装备的初代 最早就是发售在业余电脑MSX上面 就连差点给游戏行业连锅蹲的亚达利 也是削接了脑袋 玩了命的往电脑上都靠 哪怕是任天堂FC Family Computer 也是打着家庭电脑的旗号 您就说当时这电脑有多火吧 既然叫家庭电脑 那肯定要有键盘才看着像电脑啊 1984年 任天堂 哈德森 夏普 三方合作给FC推出了一个外设套件 Family Basic 让原本只是游戏机的FC 摇身一变 也有了业余电脑的功能 而且跟其他业余电脑相比 Family Basic自带FC游戏的贴图 可以让玩家自己编写简单的FC同人游戏 这对那些既喜欢编程 又喜欢玩游戏的后浪们来说 可是个巨大的吸引力 而且就算是 孩子你对着编程写代码没兴趣 那也不要紧 Family Basic还内置了计算板 音乐板 留言板 这些趣味性的东西 让你来熟悉计算机键盘的基本操作 怎么样 看到这儿都明白了吧 咱们的学习机 就是在十多年后 把任天堂FC连主机带外设加卡带软件 全都照搬了过来 然后再加入什么无比打字 音乐欣赏 英汉词典 学习试题 这些本土化的东西 于是呢 就有了9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脑学习机 任天堂老社长山内谱是绝对没想到 在一海之隔的中国 这个山寨玩意儿竟然在15年后卖出了千万级的销量 而自己的Family Basic在日本才卖出40多万台 说两句题外话 后来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在时隔30年后的2011年 老任在NDS掌机上面 重新推出了一款Basic程序编写软件 Petty Computer 可以看作是Family Basic的加强版吧 Petty一词源于法语 意思是 微小的 Petty Computer 顾名思义 微小的电脑 应该算是对80年代业余电脑的一种怀旧吧 一个微小的电脑 微小的编程软件 写出微小的游戏 在一台微小的掌机上运销 但如果你想用它写出什么大型游戏 很惭愧 它只能做一点微小的工作 咱们回过头来 继续聊小霸王学习机的事 在那个年代 小霸王确实把山寨做得很优秀 不过你以为小霸王学习机 当年只是山寨了任天堂吗 继续往下看 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 小霸王SB2010 与目前市场上其他学习机比较 有哪些最显著的优点 第一就是我们的学习机 采用的是目前最好的芯片 这样它就是处理图像 以及语音 处理起来都是最好的 这是我在哔哩哔哩看到的一段 当年小霸王学习机的宣传片 而且看到这儿 我情不自禁的惊呼了一声 What the fuck 20年前 小霸王的键盘 竟然和我现在的键盘 那么的像 这小霸王当年的设计 那么超前吗 不 这仍旧是一款山寨产品 山寨了当时微软出的 第一款人体工程学键盘 所以从外形上看 和20年后的微软键盘 也是那么的相似 还是小霸王识货呀 超都那么会超 看来小霸王当年确实是把山寨 做到了极致 甭管是中国的外国的 以前的现在的 这可真是 古为金用 扬为中用啊 1994年 小霸王赤锯子 请成龙为其拍摄广告 通过CCTV黄金时段的播放 小霸王很快占据了 国内学习机的市场 但万万没想到 成龙大哥可是个广告黑洞啊 代言什么 什么就悬 果不其然 2000年后 文曲星电子词典成功上位 抢占了学习机的市场 小霸王也渐渐走向了衰退 再也无法复制曾经的那一段辉煌 哎 要早知这个 还请什么成龙啊 当初拍那广告啊 要是也跟这学习机一样 敢于山寨 大胆借鉴 再加上一点自己的创新 你比方说 咦 小霸王 杀菌之雅 御教于乐 奇乐无穷 哈喽 我也用小霸王 西西刚健康 小霸王 远消海外 小霸王真的 远消到海外了吗 时间不早了 这个事呢 咱们就留到下期节目去聊吧 哎 您可千万别错过 咱们下期节目 再次 咱们下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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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